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台北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 明年的基本工资将从176元调至183元 人力银行调查发现 八成的大学生在开学后 准备投入打工的行列 什么样的工作更受学生打工族的青睐呢 带您一块来了解 23岁电机系许同学具备救生员资格 是一名游泳教练 暑假期间到国民运动中心打工 靠着带团体教学一堂课400元 以及担任救生员死薪200元 单月赚进超过7万元 就有时候是会有 爸爸妈妈自己来问我说 能不能教自己的小孩 或者什么之类的 因为我在 因为我以前是勇队的 那相对来说 会有一些就是比较 就跟可能跟一般教练不一样的观念 那可能一开始 我没有名 然后没有人脉 那很多人可能都不相信我 那经过了两三年之后 有了人脉 有了名气之后 我说什么 其实家长大部分都会相信 那我的课程也会越来越多 29岁的龚云 目前是主修运动心理学的博士生 本身也是一名优秀的韵律体操国手 因缘际会下 每周透过视讯家教指导示范动作 让远在美国的台湾小学生练体操 家教时薪约1000到1500元 那通常一次上课大概会是90分钟 对 那我们会做一些热身 然后也会在空间可以的范围内 做一些手具的操作 包括球啊 彩带啊 圈啊 棍棒 这一些 那家长说 除了可以省去就是接送的时间之外 那小朋友呢 在看镜头的时候呢 他会很专心的看老师在做什么 然后老师会看小朋友动作 然后给他及时的回馈 而不是现场教学抓着小朋友的身体 然后去做到那个正确的动作 所以小朋友他要经过自己去揣摩 然后才会达到那个标准教练想要的东西 所以这样子 这样子的辛苦得来的效果 也比较不容易忘记 贝拉从身上大学开始就很积极打工 最离奇的一次赚钱经验 是和同学玩真心话大冒险 被要求在包养网站上注册账号 后来要把账号删除 却意外看到一位中年男士传讯给他 以时薪一千元代价约他吃饭 奔着对于人性的好奇 我会觉得这样的想法到底是 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 为什么有 你因为花一千块请别人跟你吃饭 也不要去跟朋友一起去吃个大餐 然后我就过去了 我就去复约了 可是我还是很担心很害怕 所以我就 那时候就是很有名的那个定位的软体 定位APP 然后我就跟我朋友说 我要去那边吃饭 如果说假设我一点没有回你的话 你就帮我报警 然后我在哪边吃饭这样 可是我还有在那个第二层防护 就是我在请朋友在附近的草上等我 就是有两个不同的朋友 因为我怕这个朋友突然手机没电 或者朋友突然在接电话什么的 所以我就是有双扯的防护 然后后来就吃饭 我就跟他聊天 然后发现他就是一个 年轻的时候是一个事业有成的大哥 他那个目测应该是五十岁 应该是五十岁 那他是一个事业有成的大哥 然后来跟我讲他的故事 根据人力银行调查发现 八成的大学生在开学后 准备投入打工家教的行列 不过观察学生打工时 最喜欢的职务已经开始发生转变 而另外有三成三成遇到不合理的对待 而有高达七成会选择自认倒霉 忍气吞声 那他们为什么要选择这些 打工兼差或者是家教呢 其实最主要的几个原因 依序来排名的话 当然第一名还是希望增加零用钱 第二名则是希望增加家庭生活的收入 第三名他们则是希望 能够有些储蓄的空间 第四名是希望能够增加职场的经验值 而第五名则是希望通过打工的过程中 学习到专业的能力 那其实在现在通膨物价上涨的这个时代 能够希望增加一些额外的收入 对于学生来说 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 其实基本工资加会最多的 就是领时薪的这个族群 那我们来分析一下 我们的调查结果中 他们这个打工的内容如何 根据我们的结果 他们其实在每周平均大概是有17个小时以上的工时 也就是换算起来 每周大概是打工三个小时左右 而他们的平均的时薪 其实是比明年我们预计调高的基本工资 再稍微高一点点 明年基本工资会调到183元 那他们现在平均的打工时薪是187元 而用这样的薪资去换算的话 每个月可以增加大概12900的收入左右 那目前来说 其实有65%的打工族 他们领的都是最低薪资 所以其实最低薪资的这个水位 已经连续八年的增加了 对于他们来说 确实是能够增加收入的一大福音 那他们选择的打工的项目 大概是哪些内容呢 其实在过去我们听到打工 很多都是去端盘子 也就是所谓的餐饮的内场或外场 但是在今年调查 有一个比较有趣的趋势 就是他们其实对于比较单纯的工作 以及比较舒适的工作环境 更加重视了 所以目前在我们调查当中 有过半的同学 希望能够应征的是 行政助理的打工工作 排名第二受青睐的 则是比较 也同样是在比较舒适的环境下的 补习班的助教人员 这两者一个超过五成 一个超过四成 都遥遥领先第三名的餐饮打工 餐饮的外场内场 大概只占了19.4%的学生 是希望能够往这个方向找打工 但我们做整体来看的话 其实有三乘三 也就是三分之一的学生 在打工或是家教的时候 遇到过他们觉得不合理的对待 比例最高的 其实当然就是还是跟钱有关 加班费没有发放 大概有47% 他们在刚刚这三乘之中 有47%遇到的是这种状况 其次则是可能是比较言语暴力的情况 也就是比较激烈的责骂 这个大概也有在刚刚的三乘三之中 又有近四成的人 有受到过这样的待遇 其余依序则是工作分配不均 还有没有劳健保 这件事情则是已经触犯到法律的界限 不管是雇主或者是即将求职的 这些准备找打工的人 可能都要特别注意这件事情 因为你只要超过了三个月之后的话 你就可能必须要强制雇主 必须帮打工的人 也要做劳健保的家宝 黄凯元表示 大学生在就学期间打工 除了可以减少经济压力 最大的好处是透过工作 累积实务就业经验 学到时间管理 团队合作 沟通和解决问题的技能 提升未来就业的竞争力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台北市社会局9月开始发放幸福宝贝包 公司协力提供0到6个月的婴儿用品 卖场礼券以及明月祝福礼 实质支持新生儿家庭 防胀气的奶瓶 可以防呛奶 防溢奶 防胀气更安心 而且这个玻璃的瓶声 可以承受150度的瞬间温差 所以不论是热水消毒 或者是蒸煮锅消毒 都可以安心的使用 为了提供友善育儿环境 台北市社会局和民间团体合作 提供0到6个月的婴儿用品 卖场礼券及明月祝福礼 实质支持新生儿家庭 还有膝带型的奶粉分装盒 这个可以让宝宝到哪 分装盒 对到哪里就吃到哪里 这样很方便的 另外呢 还有湿纸巾的随身包 现在爸爸妈妈带小孩出去 都是很担心有病菌 所以我们就是随时随差 都清爽又干净 再来呢 还有安抚的奶嘴跟奶嘴链 我们有生活小孩的都知道 爸爸在哭泣的时候 我们就塞一个奶嘴进去就好了 那奶嘴链呢 就是如果按摸摸的时候 很方便可以找得到 不会全床摸不到奶嘴 所以我们也是有很贴心的设计 另外还有纱布巾跟尿布 我们尿布提供的是新生baby用的 所以它有超强的吸收力 质感细致又舒适 而且不容易产生尿布症 这个可以给我们的宝宝安全地使用 另外还有婴儿用的棉花棒 这也是我们清洁的好帮手 婴儿用的棉花棒 生活小孩都知道 如果说小朋友的嘴巴鼻子里面有异物 其实我们很难做处理 所以我们有在赠送了婴儿的棉花棒 另外还有防蚊喷雾剂 我们小宝宝的皮肤非常的细致 所以如果一被蚊子咬到 就会起水泡 所以我们特别有针对这个部分 找了两百多分钟保护时间的防蚊喷雾剂 然后另外呢 还有固齿器 这个固齿器有通过重金属 塑化剂 双分A等等的环境荷尔蒙检测 是非常安全的 所以如果宝宝放在嘴巴里 也一定是没有问题 然后另外我们还有提供安抚玩具 因为宝宝除了生理的需求以外呢 心理也是常常会需要需求的 我相信很多人长大的期间都会有这个经验 都会有一个小辈辈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就是提供宝宝来去做安抚 然后最后一个要介绍的是 我们的质感外装袋 其实你看这个包包 一点也不像是工部门制作的包包 我们可以转过去试背一下给大家看 这个呢是用那种 牛仔布衣颜色的材质 让大家这样走在路上的时候 也很有时尚感 就兼具美观和实用性哦 让新手爸妈出门的时候 能够体面又方便 那我们幸福宝贝包 在各位的支持之下 我想我们未来会运用这个 内含2000元 那对于零到六个月的婴幼儿 他所需的这个用品啊 能够来给我们台北市这个低收 或者是中低收的这个市民朋友 能够来给他表达关怀 让他们在这个育儿的过程中 可以更加的得到来自各方面的支持 那我想少子的话是我们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那透过各位的帮忙 那我们这个台北市的市民 不管在哪一个阶层的民众 都能够很这个 月曆来生育 那生育之后呢 可以给我们这个新生带的这个宝贝 可以有一个好的生长的环境 跟这个空间 那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所以我今天特别代表我们讲话讲市长 来感谢各位今天的历龄 幸福宝贝包发放的对象 为台北市低收入户 中低收入户 或父母未满20岁 且育有今年9月以后出生的新生儿家庭 减轻弱势家庭育而负担 同时也加码提供大卖场礼券 满足新生儿家庭个别化物资需求 还有明月祝福礼送到家 持续关怀新生儿成长 我想台北市政府社会局这边有感于 我们其实在这个少子化的时代 那我们的一个新生儿越来越少 那我们也非常宝贝 我们每一个孩子 我们这次针对了这个低收入户跟中低收入户 还有我们的小爸爸小妈妈的部分 我们特别做了一个幸福宝贝包的一个捐赠的活动 那我们重点的话 我们其实今年我们很感谢城隍庙这边 能够来捐助我们宝贝包 以及所有的一个物品 那非常符合这个新手爸妈的一个使用 另外的部分上来讲的话 我们这一次很多的一个教会 共襄盛举的来帮助我们来完成这项的一个活动 那我想其实这样的一个捐赠 它或许其实只是一个这个过程 更重要的是这些新手的爸妈 以及我们中低收入户者 在受证的过程当中 也让我们的社工可以跟他们做一个连结 也让这样子的爱跟后续的所有的服务 可以串联在一起 那我想这个是我们这一次活动的一个重要的精神 我们台北市社会局愿意办这种活动 你不要以为我们是一零一边 其实世界各国再先进再进步的城市 总是有一些微弱阴暗的人民需要去关怀 我们台北市政府做到 其实我们今天除了 相同赢的级外这边都赢了 这边都是耶稣 都是宋教会 而且都是投注很大很大的心力 在关怀台湾 关怀台北市 我们最强的教会都来 都是很大的教会 都是很愿意 其实基督徒里面遵循的圣经 其实认真讲只有一个字 就是爱 我们就是说 耶稣就是要爱人如己 神就是爱 所以我们这群基督徒 都很想把爱去关怀别人 跟你们一样 所以我觉得你们每一个社会局的相关人 你们都不晓得 你们头上都有关怀 包括高董事长 高董事长他是陈王爷 我小时候是信佛教 长大才是基督教 他就说他小孩一阵 你看我们这长辈 他说他小孩一阵 他知道基督教会都在关怀这个社会 所以他就去教会寻求那些资源 有些也有 米粉 卡片 你看我在说这个 高董事一直点头 相红业和亚索的相关都同样 幸福宝贝包包含许多新生儿使用物品 会就近在12区社会福利中心发放 陪伴弱势家庭 共同面对新手父母的照顾压力 记者问郡台北报道 机房及非法机上和经销商 强力查期 据查获778台非法机上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徒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支持影视产业 再来看台北市长蒋文安和新北市长侯友宜 共同出席2025双北世界重年运动会暖身系列活动 和现场的民众一起来体验田径及射箭两项运动热气 鼓励民众报名透过运动训练和世界挑一场 教练指导正确射箭姿势 台北市长蒋文安和新北市长侯友宜 拉弓描向靶心准备出箭射击 但被教练制止只要摆动作就好 双北市长出席2025双北世界重年运动会宣传活动记者会 与社军冠军袁淑琪及资深田径教练潘瑞根互动 鼓励民众报名重年运动会和世界来场挑战 那我想这一次世界重年运动会也展现出我们能够举办世界国际赛事务能力 同时也让台北西北展现出一加一大于二的同线 这个我们女政威会长也在 另外这一次世界重年运动会 我要非常感谢中央体育署的大力支持和协助 让我们在整个筹备过程顺利 这一方面我们也要谢谢一起合办的相关县市 包括有宜蘭县、桃园、新竹、新竹、新竹县市 大家一起共同让这一次的2025世界重年运动会更加盛壤 同时我们这一次的世界重年运动会 其实在筹办的莫者一定总提起这个问题 可能说我们扑到了一切 所以在筹备过程从申办到合约的讨论 相关的会议、决绝的会议 甚至后来最后我们签约的事情 都是在现场的决心 而且这一次竞争非常激烈 我们最后在许多竞争的对手 这个共同的竞争之下 都包括大国的巴黎、澳洲的博士 大家共同争取 我们双朋友老大、脱影的事 所以也象征我们 台北、新北过去合作的经验 以及能够举办国际赛事的力量 我们都肯定能够在这一步 再绝对安全 而2025年后的许多 我们预计会有110个国家 4万人左右的选手 对支援新游会来到我们双北 以及在其他县市的城管 一起参与赛事 所以不只是能够带动了整体的空间 还带动了包括周边的观光、交通 永续、数位等等的发展 我想这个是我们非常期待的 明年二月开始 你就会正式开放放 我们很希望所有热爱的运动的朋友 都可以来参与这场社会 剩下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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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多 期待一整个地方 直接不可能 那这样世界不可能 我们最新的的伴侣 包括运动、患上学会 以及我们数学台会 按照表定 尤其是保证的 落实或是重复的 每一个环节 需要我们去保证 我想建议会尽情愿 而且我们今天 今天套派了走起来 其实不出行 就表示说 现在已经进入到景楼面的地方 就再重视加一个运动 那这一次其实来最主要的是 是地域共装包文化 然后直接加一起 那最主要的还是有一个方式 教育这个方式 大家借过一个有名地域共的潮流 让两个城市非常好 其实两个城市是有大秩序 我们加一加人的将近有七百万 将近有七百万 六百多万在六百万之内 那如果在中央的法民依然的话 其实要加一加过 将近来 这些学办团队也应该在哪里 将近圈来营养 所以其实带动的方式就没有来到 就是带动圈的 所以其实法民精神也好介绍 我们所有的这些运动学者 都会有其他地方 所以未来我们还会担任很多 更难的家庭 让全世界看到台湾 我会是明年第一个报名的选手 然后我也会积力将 我们参加2025市中运的时候 开我四岁与传统公主的地盘 也在台湾 中备市中运暖身系列活动启动 共有29种运动 104堂训练营课程 免费供民众报名 在2024年2月赛会报名开始前 有更多元的运动体验 那2025市中运 也即将在莫名 2025的运业被 在台湾胜大的举行 我想这个在外市 距2017市大运之后 在台湾举办最胜大的运行 我们刚刚讲的 大概预估会有4万名选手 加上乐主 等于加总起来 都将近超过10万 所以也要办理35个运动队列 那我想在这个地方 我希望 也期待我们这个赛会 能够达到全民所期待的 三个目标 第一个当然要让世界看见台湾 透过这个赛会 让全球特定直到台湾 第二个我们希望 除了运动竞技之外 我们能够达到 我们的运动观光理由 将台湾的美好 这个人文风景 让这些选手 来到台湾之后 能够享受我们的美食 观赏观赏 我们的美景 第三个 我们这几年来 一直在我们台湾 除了在定运动提升 让我们的选手 站在国际台上 接着就是要让我们 国民能够透过运动 达到运动旅游 健康旅游的目的 所以我想这个赛会 能够达成我们 一起的三大目标 今天代表加入体育署 在这个地方特别表达 体育署绝队会 尽全力来协助 支援这个赛会 我一直有一个目想 能够让体育跟运动 能够成为国人 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 如果我们的所有的 社会当中的国人 都关心体育 都亲自能够 投入在运动里面 我想我们的社会 一定会进行 重运运动会 就是民主行事 完全服务 所以重运运动会 太好了 距离正式赛会 还有六百多天 赛会明年二月开放报名 并将在2025年5月17号 到30号举行 鼓励民众参加暖身系列活动 并养成运动习惯 一起为双倍市状运做准备 记者问郡张启腾台北报道 大殖民宅的摊陷意外爆发 引发了各界的关注 对于损零规则 何时修法 蒋万安回应表示 都发局正在进行研议 相信很快就会有结果 在亚太壮年射箭金牌 袁淑琪指导下 台北市长蒋万 与新北市长侯友宜 家世十足的拉弓射箭 这是两人在大直民宅 塌陷意外发生后首次碰面 对于事发后 蒋万安立即带着市府团队赶赴现场 并以灾民为重安置居民的做法 侯友宜相当肯定 也相信蒋万安一定会让灾民 协助生活成建 协力互勇于负责 到现在为止 对这家 信力不好的厂商 协力的要求严惩追究责任 我看到他负责任的态度 我相信蒋万安市长 一定会让灾民的未来的安置 跟生活上 会得到妥善的债务 以人为恋 这个态度 我们认为肯定 另外对于基泰方面 贿赂一亿元的争议 以及批评北市府作秀 蒋万安强调他的态度非常清楚 就是要求基泰出来面对负起责任 蒋万安说他在乎的是灾民的眼泪 不是建商的眼泪 我们都是以灾民的权益 为最优先的考量 所以我们会持续要求基泰 要落实他的承诺 对有议员质疑 北市府市政顾问仪式有基泰门审 蒋万强调 如果有任何违法市政 市府一定依法就办 至于外界关切的损零规则 何时修法 蒋万表示 都发局正在研议中 相信很快就会出来 您知道什么样的人容易被蚊子咬吗 还有灯格热并没蚊的分布 其实南北大不同哦 灯格热疫情持续升温 本土个案累计超过了6000例 台北市卫生局邀请台大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蔡坤县 教民众了解 灯格热与并没蚊的关系 并加以预防 许多民众都知道 预防灯格热要避免积水容器 并且要落实寻道清刷 但为何寻道清刷这么重要 台大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蔡坤县表示 因为蚊子在平常就会把卵生好 而且成熟的卵可以存活6个月 一旦再次遇到适合的环境 例如雨后潮湿积水 在预水后约30分钟 就可以迅速孵化为解决 没有积水容器就没有并没蚊 所以我们要做的其实就是 把环境中的积水容器 好好地把它整理把它清理 那积水容器很常见 我们环境中 我们常用的日常的这些水桶 还有我们种花的这个底盆 都是重点 那各位一定不太清楚 蚊子呢 它在平常的时候 就已经把蛋都生好 在我们的环境里面 那大家知道最近的这个 台风下大雨 其实又加速了这些蚊虫的族群的增长 一下过雨最快七天 最快七天就会变成成蚊 出来钉我们 所以民众一定要有警觉 只要一下过雨七天内 一定要加强对环境的这些 汲水的环境做清楚 不然七天就会有蚊虫来叮咬 那在台北市我们主要就是 只有一种叫白线板纹 那白线板纹 我们会平常就会这样这个乱 产在那个容器的边壁 水面大概是一公分上下主要的地方 那如果我们平常在做巡道清刷 如果我们只有做巡跟道 那其实只有做一半 所以我要非常的严正的 鼓励市民朋友 一定要做到刷这个动作 为什么要做到刷呢 因为这个蛋会黏在浓气的边壁 各位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 这黑黑一点点 这个就是我们只把蛋 藏在我们浓气的边壁 而这个蛋呢 如果它已经孵化了 已经胚胎发育成熟了 一泡过水 大概20分钟30分钟之内 就会孵出来 那如果没有泡到水呢 它可以活至少六个月 意思就是如果我们环境中 就是来生的蛋 六个月内都没下雨 那这个大概没有事 可是要六个月内都不下雨 或者是我们都不浇花 不积水那是非常困难 所以显然这个威胁 跟这个风险非常的高 所以民众一定要积极去做 那我希望我们市民 都能够动起来 让这个积水容器 都能够降到最低 蔡宽县表示 登革热并煤文分布 南北不同 南部以埃及班文为主 洗在室内活动 而北部以白线斑文为主 洗在室外活动 因此北部地区 除了留意 人工容器积水外 还要留意树洞 香蕉树等植物积水容器 另外有三种情况 更容易被蚊子叮咬 那工厂呢 这个蚊子在盯人 它有很多的特征会吸引它 最重要的三个 第一个 你的体温比较高 第二个 你身上有一些特别的味道 比如说有一些汗的味道 有一些乳酸 或者是一些微生物发酵的味道 最重要的第三个 就是你穿深色的衣服 大家都知道这个深色的衣服 会聚热 所以在蚊子的眼睛里面 他一看到一个深色的衣服 他就知道这个好像是有血液有蛋白質 所以他会优先去选择 所以我会建议我们如果有到野外去 或是到农田 或是到户外去运动 尽量穿宽松的裤子 特别是我们防疫的同仁 你一定要穿长裤 不可以穿气氛裤 也不可以穿紧身裤 然后呢 避免被蚊子叮 还可以在裤子的边缘 边角 塗上这个防蚊液 那有抹漏的地方 一定要用防蚊液均匀的涂抹 不是只有喷上去 要均匀的涂抹 像国王的新衣 你把它涂一层在上面 那蚊子就不会长到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讯息 卫生局表示 北市截至9月10号 已累计40例确诊病例 呼吁一旦出现发烧 头痛 后眼窝痛 肌肉痛 骨骼痛 关节痛 初诊 恶心等等隔热症状 应尽数就医 并做好环境巡视 以及清除户内外资深员 以保护自己和家人 及其他社区民众的健康 记者林喜慧台北报导 再带你来看 境外的运动赛事 投注风气健盛 有诈骗集团 利用社群软体 吸引受害者 在张贴现实动态 带坐操作下赌盘 骗取投资 然后就断绝联络 根据统计 就有近百人 被骗走了1400万元 刑事局清查出位在高雄 与机房对接的水房集团 并查获谢信主嫌 及幕后金主等共18人 全案已依诈欺罪洗钱防治法 及组织犯罪条例 移送地监署偵办 画面上是警方查扣的现金 金融卡 SIM卡 监视器主机 手机及笔电等证物 刑事局接获宪报发现 谢信主嫌组织贾薄一机房 指挥旗下成员在IG刊登 带操作下注国外篮球 冰球赛事广告 号称赔率5-10倍 获利将近百分百 吸引受害者投资 等民众要出金时 在骗取保证金 警方组成专案小组 先逮捕一名IG 昵称某某女神的机房成员 其余机房成员 见司机败露 想要逃到太检时 则被警方在机场截获 本对于今年3月份 接获宪报指申有不法 甲国义振扎西集团 在台中嘉义一带金鱼 我们收到这个宪报之后 我们积极于查办 我们先在于嘉义市 查获依令姓女化物省后 又在桃园机场 拦截为不到想要出进到 柬埔寨的市民化物省 刑事局向上溯源 查获谢信主嫌及共犯 并在高雄清查出与机房对接的水房 陆续逮捕水房干部 提款车手 收购人头账户主嫌及幕后金主等 招逮了18人依诈欺罪 洗钱防治法及组织犯罪条例移送地检署 检方已经起诉 谢信主嫌等6人 刑事局方面再次提醒民众 不要轻易相信从未谋面的网友投资 以免自己成为诈骗集团 严重的匪扬 记者张祺腾台北报导 广播范围最大的新记录 2023台湾文博会即将于9月22日开幕 其中主展场以打开空总为设定 结合AI科技艺术 让民众参与空总重生的过程 更首次以古籍修复中的工地音架 巨大双马细棚以及科技装置 带入表演艺术会演 打造国家级的文博会 透过博览会最重要的目标 来整备整理北台湾最重要的空总 以及铁道博物馆 我们想把这两个场域打开 打开之后 其实让创作者进来 以野生台湾文化物总大发现的这个主题 让很多创作的特有种 以及他们所独特代表台湾文化魅力的作品 可以在这几个园区给开展开来 我们其实特别打开了更宽广的光谱 例如是说我们有很艺术性 很有创作性的世界跟表演艺术一起进来 也有很多IP应用面向 比较属于传统文创产演这个进来 所以我们其实在思考说 在打开这个空总这个场域 可以让更多创作者回归到 他们创作的初衷 回归到找到创作的能量 以及找到文创产业的应用 我们把光谱打开 让所有的创作者可以找到最有创造力的部分 也可以找到跟市场对话的部分 所以这大概是这一次筹备有这么丰富多元内容的一个方向 空总部分的亮点 我觉得其实可以带大家来走进来 走进来可以看到在空总的 从进南路右手边就有一个工艺跟竹棚的跨界的一个作品 而一走进来可以看到福卡的马戏棚 而且是两顶马戏棚 承载了台湾非常多元的创作者 在里面做表演 而且这些最重要的是 他们都是第一次实验在马戏空间 如果这样子实验性质 可以带到全台湾各个地方去表示 这将是一个台湾的移动的表演厅 那在右手边你可以看到整个工地的音架 但是大家会觉得说 怎么会是工地音架 其实我们就是利用这个场地的优势 用文化科技的创造力 把这个场地的音架的劣势 变成是一个最好的优势的创作作品 所以让大家不会觉得走进来是工地 而且反而是有一个古迹维修中的工地的作品 反而会变成是最大的亮点 那我想这一部分我要特别谢谢许多设计师跟创作者 他们的脑袋跟他们的创造力 可以把工地的作品变成是一个最大的代表作品 我觉得这个大概是空总最值得参观的 那除了这些比较表现性强的 其实还有艺术银行 然后也有洞2.0 那还有主题馆 那还有打开空总 我觉得空总值得来两次三次 都还是非常的有趣 今年文博会从旧空总出发 延伸至国家铁道博物馆 松山文创园区 华山文创园区 以及花博珍艳馆等五大文化场域 其中枕建中的铁道博物馆 以暖伸展的方式呈现部分场域 唤起民众共同的铁道记忆 在这次的文博会里面 我们开放的范围 大概是这样地图的所限 大约我们开放了27500平方米的区域 首先这个大概是讲铁道文化相关的部分 铁道你应该会非常的喜欢 因为我们会在场内提供 在台北市区难得一见的铁路的乘车的体验 所以这个部分 这个是我们一天会开大概22班车左右 其他我们会跟着铁道有关的 包含铁道的电影 铁道车辆的实地的展览 以及我们会在文汇从前返售 文博会特定的铁路电档 另外我们跟着文化之间的一个融合 我们跟着电影 跟着一个劳动的精神 跟着我们原来铁道博物馆 长掌市 副长掌市 会议市的实体的一个样貌 我们恢复一个建立上 我们欢迎大家来我们铁博来参观 那这样的一个体验呢 事实上我们就是要告诉大家 铁道文化资产的魅力 而且我们透过文化的展影的方式 用创新的手法 来呈现铁道博物馆的一种有趣 那我们希望能够在这个活的铁道博物馆 概念的古籍场域里面 我们欢迎大家进来来 那也有属于台湾专属的铁道文化 那大家也知道说 我们在首都台北 基本上有个文化轴线的思考 这文化轴线东西向 从过去大家期待 但是现在还没有完全 可以拿来给大家看个帖国 到这二三十年来 方中发展的 因为城市的转型 而产生的花山跟松烟 那也看到了过去 文化整个IP授权都举办的花博 那一起一个过去 曾经在这边 都多多少少有很多活动 可是 都还没让大家真的感觉 是不是有 真的是要启动大台的空中 所以我从这一次 希望说能够把 这五个场影串联起来 一方面我们会希望说像帖国 能够给大家一个阶段性的一个认知 一个开向 除了台北主展区文博会 还串联台湾博物馆 台湾历史博物馆 台湾史博物馆 台湾史博物馆 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 台湾史博物馆 台湾工艺研究发展中心 以及热兰哲博物馆等 作为副展馆 让各地同时分享文博的魅力 2023台湾文博会 将于9月22日开幕 展出至10月1日为期10天 五大主展区五个副展馆 十大亮点 邀请大家一起打开探索的眼睛 看见台湾文化新物种 记者林喜慧台北报道 机房及非法机上和经销商 强力查清 据查获778台非法机上和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 业者都会遭到最众可除2年以下 徒刑合50万元罚金 品试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中秋节即将到来 作为月饼及饼干重要材料的鸡蛋用量也跟着增加 因此金融市政府特地以卫生局为主 联合消保官及动保所等单位联合鸡查 为市民朋友来把关 机动市卫生局长张贤正以及消保官 庄会员连同动物保护防疫所等人员 特地到蛋行以及烘焙制造业等地点 进行联合鸡查到9月18日为止 并没有发现违规或是坊间民众担心 有巴西进口蛋品还在架上的问题 所以我们在鸡查的过程 有我们的消保官 还有我们的动物保护防疫所 一起陪同我们做这个专案的鸡查 那截至目前我们鸡查过的这些店家 并没有发现进口国是来自国外的 包括巴西或其他的进口国 那当然我们也知道 因为中央揭露的资讯并不完整 所以基隆的厂商如果是来自大盘 虽然那个大盘是可能是国内的厂商 但是大盘的更上游会不会有进口蛋 等等这些资讯是不完整的 所以我们也在9月18日星期一一早 发文给农业部还有中央续产会 请他们提供我们有没有进口蛋 进到基隆的店家的名单 再加上中秋节即将到来 作为月饼及饼干重要材料的 鸡蛋用量也跟着增加 这次联合鸡查也是持续为了市民朋友 时的安全把关的实际行动 我们鸡查的店家也包括这些高饼业者 那基隆比较大的几家高饼业者 我们都已经看了 那我们当然不是只有看他做成的成品 我们都进到他的后厂 也就是他生产的过程中使用的 不管是鸡蛋或者是蛋液 那他的上面的标示 或者是他的进货凭证等等 这些我们都已经足以确认 所以根据我们目前能够掌握的资料 那我们清查过的基隆这些比较大的高饼业者 他的蛋的来源 目前都是国内的蛋 那后续如果有更多的资讯 我们也会再做重复的确认 就是刚讲的 我们期待中央给我们更完整的资讯 或者是透过其他县市的清查 有更多资讯的时候 我们都会重复确认跟把关 鸡茶的重点包括蛋品品名产地及有效日期进货凭证 负责厂商的资讯以及鸡蛋外观有没有破损或脏污等等 确保民众不会误买误用有问题的进口蛋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为了要扶植基隆在地优良的文创业者 文化局推动文创辅导计划 采取基隆好物城市品牌认证 今年选出了19件作品 每件都有基隆在地的特色及故事 市府也将带领他们参加今年的台湾文博会 不管是鲑鱼松蛋卷还是肥鱼卵香肠 还有产制朝天代石花菜手工造 代表和平岛凤伟萃梅石花洞 这些总计19组商品全都入选基隆好物 那其实呢基隆好物一直在往前的推进的过程当中 我们都希望接下来在基隆的这个商标 基隆好物这个商标的一个影响下面 可以让大家看到 这些东西都是属于我们基隆特有的 独特的有别于其他城市的 而未来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样的推广跟宣传 可以让更多人看到 基隆市政府文化局扶植基隆优良的文创业者 推动文创辅导计划迈入第9年 去年首度推出基隆好物城市品牌认证计划 希望凝聚基隆特色文创商品 建立专属的品牌价值 把基隆的整个的城市品牌提出来 跟大家分享 我们希望未来有更多属于我们基隆的 不管是食物也好或者是商品也好 能够打出我们基隆的品牌 那基隆是一个海岸的城市 海港城 海洋城市 海洋城市本来就是开放 多元 创新 这是我们的基本的特质 这些基本的特质 也就造就了我们今天有好多好多的这些商品 本身就内涵的这些基本的特质 我相信未来我们也会有更多的创新的一些想法 能够在不同的商品 不同的地方能够展现出来 那我们文化局也会把大家想要表现出来 最有基隆味的部分能够一一的展现出来 希望能够更把我们基隆的一个特色 也能够借机会表现出来 恭喜我们的全品事业股费有限公司 政府秘书长方定安 今日颁发品牌认证奖杯 给获选金融好物19组业者 面对疫后经济产业复苏 商品能够获得政府认证 对业者来说像是吃了定心丸 疫情之后其实整个观光产业 都慢慢活络起来了 那有我们基隆好物的认证 其实对观光客来讲 对消费者来讲 他会觉得这个是一个有政府认证的 而且属于在地产业政府认证的一个奖项 所以他对我们的这样的伴手礼 他就会更放心也更肯定 然后也会觉得更有特色 我觉得这是在基隆办 基隆好物的认证来讲 对业者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因为咖啡厅其实大家都 算是一个知名度不容易打的商品 那如果说我们透过咖啡厅 自己能够将在地的文化历史 结合进我们的店里面 那有这样的一个商品来带动的话 我们咖啡店的能见度会更高 有的吃也有文创商品可以使用 基隆好物将走出基隆 参加九月底在华山产业园区 开设了香氛产品的制作系列课程 并将记忆传承 期待能够协助民众有效舒缓压力 重新达到身心灵的平衡 这支精油它是盐蓝草 所以它很浓郁 它非常非常浓郁 系数每一种精油的特色与调性 在劳动部多元就业发展方案的 优活生活计划中 金融市启明关怀弱势协会的 禁用人员拥有一技之长 系列香氛和精油等产品将带领消费者 进入一场感官之旅 透过嗅觉重新感受这美丽的世界 这里营造优质生活 协会善用场域 提供不同课程 并鼓励参与者拥有第二专长 经常会做上课的场域 那我们希望能够让更多的退休人士 来这边可以将他们的一些才能才艺 可以往下传承 所以我们有持房的插花课程 我们有瘦脸的课程 然后还有精油按摩 都会多样化的课程 希望除了场域的活跃之外 能够让斜杠人生能够更丰富 除了每一种课程的记忆传承 更希望参与者能够好好地关照自己 透过这样的过程当中 其实有两个目的 第一个目的是检视自己 第二个 由我们来提醒说 可能你有什么问题 我们可能可以一起度过 那其实每一个人都会越来越好 这沉浸式的体验 期待促进社会包容 以及提供有价值的就业机会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道 再带来看 未在七堵泰 约三十年的泰安市民农园 近年来受到老年化的冲击 来体验当农夫的民众 是越来越少了 没有租出去的地 还剩下一大半 副议长杨秀玉就特地前往体验 欢迎大家来当农夫 除河日当午 汗滴河下土 谁知盆宗孙 历历皆辛苦 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 在泰安市民农园里面 顶着大太阳 在刮棚里拿工具翻土 体验著名唐诗中 新农当农夫的辛苦 也体验当无压力 城市农夫的乐趣 跟大自然一起谈恋爱 我有很多的长辈都在这边 就是自己在种菜 其实我都问他们说 你怎么来这里种菜 他说来这里种菜很好啊 我每天都跟大自然谈恋爱啊 然后每天都在孕育新的生命 最重要是让他们更健康 我们都知道说 我们就是这个大自然的一个微妙 我们所做的一些农作物 都是从这个泥土而来的 那我也希望说 藉由今天的这一则新闻 来就是说 提醒我们市政府的相关单位 我们在这个农作物这一块 是不是要加强的一些宣传 推广 推动 那因为我觉得说在这个大自然 这里可以享受到这个芬多金 不但可以让我们身心健康 身心灵健康 也可以让这个 更多就是我们 更多人了解到说 大自然的一个重要性 这种是苹果吃瓜 它有黑条 所以它是比较短的 这两年才有的品种 在泰安市民农园园主 也是基隆市农会常务监事 黄里青陪同下 副议长杨秀玉看着夜姓夫妻两人 在租来大约40平耕地上 种植各种兰花 鹿角角也种植各种青菜 丝瓜南瓜 以及新品种可爱的苹果丝瓜 都觉得佩服和感动 更可以在耕地旁简易休息区 和好朋友们喝茶聊天 非常介意 他自己感觉怎么样 来这边种植粮 蛮好的 消磨时间 然后流流汗 运动运动 还有一点成果可以收成 蛮不错的一种休闲 位在七堵泰安地区 成立大约30年风光一时的 泰安市民农园 是一处提供给民众租耕地 当自耕農或是城市 及假日农夫 种植农作物的好地方 全盛时期想要租一块地 来耕种都很困难 更有一些知名政治或是影视明星 也来租地耕种当农夫 不过近年来受到老年化的冲击 年纪大 没有体力来耕种的民众 越来越多 不知道有市民农园的年轻民众 同样越来越多 其实租金都没有涨 食品耕地为一个单位 一年只要3600元租金 还能免费用水 没有租出去的耕地 却还剩一大半 应该是年纪的老年化有关系 年轻的人不知道 这里有个市民农园 老的慢慢的衰退 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健康活动 跟假日的农夫来这里休闲一下 种自己吃的蔬菜水果 我们这里也不使用农药 所以是非常健康的一个活动 我希望我们前市的市民 能踊跃来这里参加 我这边总共是5.7公顷 我规划的是有147个位置 但目前为止 位置还剩很多很多 那我这边水是免费供应 那每年直30年前到现在 一直都没涨价 走在通往第二停车场道路上 看着路两旁当年种植的小树苗 现在已经变成遮阴的大树 农员园主黄理清表示 来这里劳动运动跟坐 不但方便停车 还可以爬山散步位鱼 远眺层层三轮 呼吸分多金 弹养体力 欢迎大家来做没有压力的 城市及假日农夫 享受人生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欢迎回到中家新闻现场 基隆市文化局在全国古迹日 启动了时光探索基隆的体验活动 安排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开幕仪式 希望大家多来探索 基隆港西岸的文化之旅 这个别开身面的记者会 是选择在一个港区西岸的 防空洞来举行 基隆市文化局安排了一场 比较少见的音乐表演 在防空洞里面来欣赏 体验格外的特别 平常来基隆都觉得说 好像就是去庙口吃一些小吃美食啊 然后想到基隆好像没有什么记忆点 可是我今天来这个古迹这边才发现 哦原来基隆的防空洞还蛮特别的 我本来以为说会是一个很荒芜的感觉 但实际上呢你走进来之后 其实还有很多这种人文资产的感觉在里面 所以今天来这边做体验 第一次看到基隆的防空洞 我是觉得蛮新鲜的这样子 今天比较特别我们是在防空洞这样子的空间嘛 那其实防空洞大家一进来 应该可以感觉到那个声音的回响 跟一般的空间不太一样 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空间表演的话 我们就需要对声音的考量 有比较多一些细节的思考这样 那今天其实就带来了一些 我在基隆采集的声音 然后搭配现场音乐的演奏 然后在这样子的一个空间 希望可以带给大家一些 比较不同的声音体验 但是呢我今天很开心 就是说我们现在可以用不同的形式 来去说每一个防空洞 他曾经所承载的一个回忆 让更多人透过不同的方式跟声音 以及我们安排的活动 让大家看到基隆 文化局已经开始在筹备 当然呢也希望艺长们跟艺座们的支持 让我们在未来的这一个预算上面 能够很顺利 我们这边真的是 古迹也有 历史建物也有 真的是很多 可是我真的 这些事 我真的在社区服务了四十年 我慢慢的在这十几年 慢慢的才去了解这些 谢谢 因为我也带年轻人进来 发展起来 他们来打个招呼 他会跟你讲整个基隆港的历史 有人自制的第一个灯塔 叫球斩山灯塔 基隆港虽然小 但是小而美 你看有没有所有的玩具小汽车 所有超级的夹娃娃机 2023听时光说谷基活动 透过丰富活动的规划 带领各地的好朋友 来了解基隆西岸的文化之旅 让参与民众更加了解 基隆港区西岸的文化资产故事 穿越时光探索大航海时代以来 作为台湾头的基隆故事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佳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酒瓶 酒瓶 酒垂直 当须新闻 欢迎订阅 酒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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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